所有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通報以及死亡的案例 是不是有包括新北市有通報一個42歲的男工程師 他打完9天之後休克不治死亡 不曉得有掌握到 這個訊息嗎 謝謝 昨天新增的 就是疫苗通報的這個死亡的案件裡面 那是有一個這個案件 那這42歲的男性 他是在10月1號接種BNT的疫苗 他本身是屬於我們第9類的公費的對象 所以他有糖尿病跟高血脂的病史 那10月9號的時候 這個就在上班的時候就 可能就突然兇悶冒冷汗 那就昏倒了 所以後來送到醫院急救 那不幸死亡 那這個部分 目前知道他應該會進行司法 商院的部分 那我們再繼續的關注